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跟上很可能是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讲的他听不懂 所以你要把你的话讲成他听得懂 因为我们的责任作为一个主管 本来的责任就是说 如果后面的人没跟上 他不是懒惰的话 就是我们的communication的methodology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需要去处理好 你必须去观察谁会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缺点 那他的优势在哪里 玻璃是一个如果要通过他看到东西是很好的 可是玻璃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 你如果一撞他就碎 像不像形容一个人 你必须要去立了一个team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把你的team的所有的都做一个观察 你只能请他离开的 应该就是说他很懒 他真的是不想follow 可是你要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要很小心 他的懒是不是因为他的工作 不是他的能力所在 你如果开始把他放到一个对的地方去 你就会觉得他是很厉害的 如果你在team里面听过一个演讲 设计猫的the cat 那个聚的跳舞的人 他说他小时候 老师说他国导 那所以老师就要求他妈妈带他去看医生 带着他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医生跟他讲了几句话 就跟他妈妈说 你跟我一起出去 他把这个小孩说 你坐在这个桌子上 就是坐 跳短桌子上去坐 等我 然后他开了导致 他就出去 其实他没有出去 他跟他妈妈在外面看那个小孩 那一刻他们离开房间 她说她在他们的手上 移动到音乐 他们看了几个小时 他回到母亲 他说 你知不知道 Gillian不疼 她是舞蹈 她是舞蹈 她带她去舞蹈 我问她什么事 她说她做了 我说她做了 我一朵就是 我们住在这间屋 里边上 里边的人 她都没有住疑 她可以在动 人们 她们都没有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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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周围 人们 天的时候 我 人们 人们 我们 他们 人们 的 人们 Met Andrew Lloyd Webber She's been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successful musical theatre productions in history She's given pleasure to millions and she's a multi-millionaire Somebody else might have put her on medication and told her to calm down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一個 因為我們要領導一個店 我們要領導怎樣都是leadership 有的時候甚至你要領導你的客人 看得更正 想得更深 你不要看到表面說她怎麼不聽話 那個是你的結論 她怎麼不聽話你想得更深的時候說她為什麼不聽話 然後你就會開始這樣一路滾一路滾 你就會更仔細的看她